欸,欸,那個人是要創什麼啊? 創什麼的喔?創什麼的你都不知道喔? 欸,啊不然你是知道是不是? 當然喔,啊不然我這個通仔的名字是在叫嫁的喔 我跟你說啦,那個人就是土地積兩極喔 派來做這個地積度的重積鋼俗啦 那在那裡是要創什麼啊? 你也不知道喔,那就是要做行動的 唉呦,黑白講咧 這個地積度就是要記載每一筆土地,所在為地 這個形狀,還有概念的關係,這個基本度面啦 欸,地積度不是帶就有了,怎麼再重積啦? 因為喔,目前那地積屬不屬所所用的地積度 那都是日本時代流下來的那個富度啦 你再想看看,到現在已經九十幾年的時間了 那個土地積度有的暖的暖啦 有的看不清啦,有的還蠻多久的地 喔,就是這樣喔 利用這個機會喔,稍微睡一會,稍微再走一會喔 你聽喔,以前的測量設備喔,也比較熟喔 喔,這我知道啦 我才加上,土地喔,經過人為和時間的變動喔 所以說喔,世上的造成這個地積度和土地的為地喔 沒辦法一樣啦 喔,這樣喔,這樣不是很麻煩嗎? 是啊,所以參加這個蓋子不明喔 還有那個境界糾紛喔 參加這個喔,都是那個地積度不準確 所來掩蓋的問題啦 喔 所以說喔,改管這個土地蓋子的紛徵喔 和保重人民的困益喔 這喔,就是我們這個地積度重設的 一個主要的目的啦 喔,你看 好,那日頭燒的贏了啦 那要掩蓋我實在很辛苦喔 啊,辛苦喔 喔,那是在我們這裡喔 如果說要去到那個偏遠的地區喔 那半山過而已,風吹一旁也要做啦 因為這個地積度的重設 是一層非常重要的工具